杨幂唱生生世世爱梦回仙剑三,雪剑是多少人的心头爱。 对于娱乐圈中的明星艺人,我们很多人常常会念旧。 除了会回顾他们曾经出演过的角色之外,也会沉浸在他们当年的颜值跟气质中。 如今35岁的杨幂气场越来越强大,给人的感觉就是女强人, 但是大众对她印象最深刻的角色,大概也是仙剑三中的唐雪剑了。 10月15日,杨幂上了热搜,话题杨幂唱生生世世爱梦回仙剑三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围观。 随着话题的热度越来越高,网友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, 大家纷纷回顾起多年前,杨幂在仙剑三中的颜值。 10. 众所周知,杨幂就算是到了35岁的年纪, 但是她一直都保持着很少女的状态, 但是不管是外表看着如何年轻,杨幂身上的气质却是遍布了人的, 她越来越成熟,越来越有气质,那种女神范儿,跟以前的她是不同的。 10. 在拍摄写真的片场,杨幂跟着歌曲哼唱了起来, 这首歌刚好就是仙剑三的主题曲《生生世世爱》。 不少粉丝听到之后,回忆也都被杨幂勾到了12年前。 随着杨幂的歌声,大家又重新见证了当年雪剑的颜值, 脑海中也浮现出杨幂在那个时候的模样。 12年前仙剑三风靡大街小巷,在第一部中,观众对胡歌跟刘亦非印象深刻, 而杨幂也是刚刚才在娱乐圈中有了小小的名气。 她出演了剧中的唐雪剑跟西遥两个角色,成功吸引到了很多人的目光, 也是在那个时候,杨幂被很多人认识了。 点。 雪剑其实算是仙剑三中的女主,当年的杨幂一出场就惊艳了不少人, 凭借美貌被大众给记住了。 颜值出众的女演员,总是可以靠颜值就被大家给记住, 杨幂在仙剑三的经验感,完全不亚于她后来出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, 甚至可以说是无法被超越。 点。 雪剑这个角色是多少人心头好? 西遥是多少人眼中的白月光? 当年的杨幂是真的太有灵气了,那种稚气未脱的少女感, 眼神中的明亮感,都是小女生的形象, 大家都说,雪剑是杨幂的颜值巅峰。 不夸张地说,那个时候的杨幂,满脸都是很自然的胶原蛋白感, 扮演雪剑这个角色更是古灵精怪, 灵气十足的模样让人一不开眼睛。 当年,杨幂给人的感觉还是个小女生, 可是颜值却已经藏不住了, 美人胚子的形象更是深深地烙印在了大家的脑海里。 点。 这些年来,杨幂诠释过的角色有很多, 她的每一个阶段的气质都不同, 可是雪剑却让观众惊艳了十几年。 在很多人看来,雪剑说是杨幂的经典角色, 也是她颜值最美的时刻, 因为年轻就是资本压。 点。 雪剑这个角色,被很多人当作了心头好, 观众看一次就惊叹一次。 回顾11年前杨幂的颜值, 再看看杨幂看如今的颜值, 要说她是自己咽压了自己, 还真的是一点都不过分。 点。 当然,雪剑这个角色之所以能成为大众心中的经典, 或许是因为她承载着的不仅仅是杨幂年轻时候的经验颜值, 好承载着许多观众, 粉丝的美好青春岁月。 所以, 即便是10年之后再次随着杨幂的歌声, 回忆起这个角色, 大家还是觉得, 雪剑是自己永远不会忘怀的心头好。 点。 好了, 以上就是全文的分享了, 你觉得杨幂一十年前的颜值如何呢?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? 欢迎留言告诉大家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